坐落于群山之间的叶剑北中学流传着一则恐怖的都市传说 26年前,三年级三班曾有一个名叫Misaki的同学 这个人长相帅气,学习优异,甚至社交能力也是满分 这是他成为了班级里炙手可热的红人 但天又不错风云呀 意外是这位同学早早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全班同学因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一位伤心过度的同学甚至指着Misaki的课桌说道 Misaki就在那里,他没有死 这个行为得到了全班同学的支持 往后一年,整个三年三班都维持着Misaki还活着的假象 甚至连老师和校长都参与其中 但万万没有想到 害人的事件随之降临 本应死亡的Misaki竟然出现在了班级毕业照上 恐怖的诅咒也随之降临在这个无辜的班级 而我们的主人公Heng Yi 正是一个即将转入三年三班的倒霉大 这家伙的人生可谓是一个大鞋的惨子 母亲早早去世 父亲也抛叫他去国外工作 Heng Yi只能搬去乡下的外婆家 那里住着外公外婆以及小姨莲子一家三口 结果搬来的第一天Heng Yi就病倒了 本该参加入学典礼的时光也不得不在病房度过 好在班级里的同学非常友善 派出了一个三人小组前来探病 这三人分别为男班长封街 女班长鹰木 以及对策委员会成员全美 三个人表面上的态度非常友好 又是送花又是送五三的 但从他们的表情上看 明显是在担忧着什么 医院这个地方可是恐怖片的常客 而Heng Yi这天就遇上了一件怪事 她在电梯里见到一名带着眼罩的女孩 女孩想前往医院的地下二层 这让Heng Yi的好奇心发作 当时就想问问原因 结果女孩一开口就是老迷语人了 临走前女孩告诉Heng Yi 她叫剑齐鸣 而剑齐的发音正是Misaki 剑女孩消失在漆黑的走廊深处 Heng Yi这才发现 这可是通往太平间的方向啊 很快Heng Yi康复出院 恢复健康的她也该去上学了 三年三班由班主任九宝四 以及副班主任三神老师共同管理 在两名老师的引荐下 Heng Yi顺利进入班级 而她拿眼一撇 就在后排靠窗的主角专座 看到了那个戴着眼罩的女孩 剑齐鸣 竟然是她的同班同学啊 第一节课是体育课 大病出狱的Heng Yi 不能参加剧烈活动 无所事事的她抬头望了一眼 教学楼顶 正巧剑齐正在那里 好呀 光天华日你竟然敢翘课 好学生Heng Yi立马跑上去质问 没想到剑齐依然是一副迷语人嘴脸 说了半天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不要靠近我 会变得不幸 但好奇宝宝Heng Yi 怎么可能这么听话呢 她不仅继续找剑齐聊天 还会向同学们学问剑齐的情况 没想到 这个名词就好像被死死图下了咒 每一个听到的同学 表情都跟捡了鬼似的 支支吾吾 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这反而让Heng Yi更加疑惑 为了满足做剑的好奇心 她甚至直接前往医院 拜托一个熟悉的护士帮忙查查 剑齐去太平间的当天 都有谁去试了 不得不说 能想出这个方法的 是不是是一个小机灵鬼呀 回到学校的Heng Yi发现 剑齐可以随时翘课 同学们与班主任 对此竟然没有任何表示 但就在Heng Yi密切关注剑齐的同时 也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她 全美很快就涨上门来 原来她所在的对策委员会 需要负责学生的安全 她紧盯着她单身 就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而且她还认为 自己过去曾见过Heng Yi 这防化让男主一头无水 先不论一群初中生 会发生什么危险 她脑子里可是一点都没有 关于全美的记忆呀 但此时剑齐静从旁边路过 跟屁虫Heng Yi立马抛下全美 追了过去 跟着剑齐七拐八拐 Heng Yi来到了一间 诡异的人偶店 此时电话响起 来电的竟然是护士姐姐 她通过调查发现 那天的确死了一个女孩 名字竟然叫Misuki 这把Heng Yi吓得血都凉了 但勇敢Heng Yi不怕困难 她竟然还敢走进人偶店 大哥你太勇了 在前台大妈 诡异的目光中 Heng Yi来到了人偶店的下层 这里堆满了长相别致的人偶 看久了绝对会出发恐怖的效应 而剑齐的确在这里 Heng Yi死缠烂打的行为 让她产生了兴趣 她甚至愿意摘下一只戴着的眼罩 眼罩下竟然藏着一只翠绿色的一眼 原来 剑齐曾经作为一次眼部手术 换上一眼后她竟然莫名的开了阴阳眼 总能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这谁受得了呀 于是她眼不见心不烦 干脆用眼罩将一眼挡住 Heng Yi的出现彻底让女孩打开了画匣子 她邀请对方坐下来谈 Heng Yi率先提出疑问 去太平间的那天死去的Misuki是谁 既然其表示那是她的表妹 腾干未笑 未笑的读音正是Misuki 而她之所以去太平间 则是为了给表妹鲜花 这让Heng Yi松了一口气 但接下来的话题却让她再次紧张起来 Geng Yi将26年前三年三班的都市传说告诉Heng Yi 这让茶班生大惊失色 这是她第一次得知相关的信息 Geng Yi本想继续讲述故事后续 没想到此时外婆的一通电话正好打来 这瞬间浇灭了Geng Yi讲故事的热情 专演的功夫 这个属蝙蝠侠的女孩就消失不见了 回到学校 Heng Yi再一次发挥八卦本质 我女班长櫻木打听剑气的情况 没想到櫻木直接被吓傻了 慌张的告诉她 不可以再三班说出这个名字哟 体育上知灾此时路过 Heng Yi又问她有关于26年前的都市传说 这让平日里嘻嘻哈哈的直观光速紧张 正当气氛无比尴尬之时 副班长三神赶到 化解了三人剑拔弩张的气氛 虽然呢没有爆发冲突 但Heng Yi的行为却引起了实在的注意 她打电话 警告Heng Yi 不要和不存在的东西来了 一切的真相 我回头会告诉你 现在请你老老实实待着吧 天哪 这个班底怎么人人都是谜语人啊 这么说不是更令人好奇了吗 过不其然 在月末的考试上 Heng Yi竟然提前交卷 只为了能和剑气有一个单独相处的空间 Heng Yi问她 为什么班底同学都说你不存在 甚至连老师也无视你 剑气却反问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只有你能看见我 这番话当场就给Heng Yi赶懵逼了 然而就在此时 一名体育老师跑到三班门口 向里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女班长鹰木 温鹰慌张的跑了出来 拿起一把雨伞就准备下楼 但一抬头却看见 Heng Yi见其正站在这边 这下的鹰木花容失色 赶忙跑向另一侧楼梯 而死神就在此时突然降临 同一天她的妈妈也遭遇车祸 一直无效身亡 更可怕的是 一旦诅咒开始应验 之后的每个月 必定会有人死于非命 班级内的所有学生其家人 都将身处于诅咒的射程中 我们的主角Heng Yi近距离目睹了班长 惨死的一幕 这让她奔就雷入的身体当场叽叽 不得不再次住进到医院 好在Heng Yi有一位熟识的护士姐姐 在她的细心照顾下 Heng Yi很快就全一了 为感谢对方 Heng Yi提出一起去吃顿午饭呀 温柔的护士姐姐欣然同意 来到餐厅 两人聊起学校发生的事 原来护士的弟弟是Heng Yi的同班同学 她从弟弟那里掌握了不少班里的情况 Heng Yi想问问她有关于见其的信息 但护士姐姐却表示 她从未在弟弟口中听到过这个名字呀 但是善良的护士姐姐 还是决定替Heng Yi打听一下 Heng Yi只能先回到学校 而此时班里的状况也着实堪忧 因为女班长阴木的死 全班都笼罩在一股阴郁的氛围中 见到Heng Yi来 所有人都选择沉默一对 以全美为首的对策委员会 更是急得焦头烂额 他们经过一番讨论 还是决定先稳住Heng Yi这么一个定时炸弹 委员会领导全美亲自下场圈说 只不过这姑娘的交涉水平实在是太烂了 翻来覆去就是一句 你不要多管闲事 这能把人说服才有鬼了 张巧这个时候 Heng Yi的电话响起 竟是医院的护士姐姐打来的 她询问了弟弟有关于见齐的信息 但没想到 弟弟闻言脸色大片 不停重复着 我们班才没有这么个人 护士姐姐认为 弟弟不像在说谎 听到这话的哄音当场梦逼了 难不成自己真的大半天见鬼了 而护士姐姐一边讲着电话 一边走进了医院老旧的电梯 死亡的阴影也在此时突然袭来 跳楼的电梯带走了护士姐姐年轻的生命 因为横一是她生前联系的最后一个人 警察自然找上门来 只不过这起事故怎么看都是意外事件 横一摆脱嫌疑 但回到教室的她却发现班里没有一个人 只剩下班主任一脸阴侧侧的站在门口 她解释道 哎同学们都去开会了 你不用去 但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 都请务必遵守班纪规定哦 再次现实的命运人 让横一不得不采取行动 她在学校门口收到了两名放学回家的同学 美术生望月以及雀斑格 横一想向他们询用开会的内容 但二人明显被下了封口令 对会议内容三见七口 望月甚至提前向横一道歉 她说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令人讨厌的事情 横一将问不出效果正打算放弃 没想到雀斑格就这样了出来 她认为 秘语人就该滚出歌坛室 你有什么问题问我吧 我知我不言 雀斑格因为突发心脏病 忠然离世 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这孩子只是想说人话而已呀 伤心的横一第二天起得很晚 以至于没有赶上陈慧 她想问问前排同学陈慧上说了些什么 但没想到对方竟然假装没听见 横一不死心 她在课前分别绕成了望月和直栽 但这二人无疑不是一脸紧张离开 更过分的是 哪怕横一在课堂上公然离开教室 任客老师也好像没有看见一般 对着嚣张的行为置之不理 那一刻 横一明白了 这个班级包括老师内的所有人 都故意将她当成了空气 但好在望月比较有良心 她推往横一的书包里塞了一封信 指引她有问题就去问剑棋 得到了消息的横一立刻赶往人偶店 果然在这里见到这位神秘的女孩 她在得知横一遭到全班人的无视后 终于卸下了迷人身份 将真相原原本本的讲述出来 原来剑棋并不是什么幽灵 而之所以她在班级内表现的好像完全不存在 就是因为全班成员的故意忽视 这并不是什么奇特的校园霸凌 而是和三年三班的诅咒息息相关 时间回到26年前 自从Misaki同学出现在毕业照上后 噩梦便彻底笼罩了整个三年三班 从此以后每逢开学 三班都会莫名多出一个人 这个人被称为死者 死者必定曾是三班的成员 后因为各种原因离世 死者从地域过来的那一年 所有有关于他的记录都会被遭到篡改 知情者与班级学生的记忆也会发生错乱 甚至连死者本身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 但只要死者还存在于三班 那么死亡的恐惧就会时刻笼罩在所有人身上 为了对抗这项恐怖的诅咒 三班同学在26年间总结出了一项应对策略 那就是全班刻意忽视掉一名同学 这样多出来的人数就会得到平衡 整个三班也会因此得救 剑奇本来是负责扮演被忽视掉的角色 但转学而来的横一毫不知情 大大方方的就找到搭话 可能正是这一行为导致遗世遭到破坏 死者的诅咒再次降临 而之所以会把横一也当作不存在的人 可能是全美想出来的应对之策 也许这样一世就能重新生效 这双华人横一听的指导头 这错误怎么算也怪不到我身上了 要是你们不到谜语人把真相提前告诉我 回到了现在这一步吗 不过剑奇倒是对此无所谓 他除了寻找死者以外 没别的目标 多一个队友的感觉也挺不错的 而剑奇之所以能知道这么多的信息 还是因为他与学校的图书管理员签业管理很好 而这个签业正是26年前三班的办主任 所以他也是对诅咒了解最多的人 剑奇向千叶引进了横一 三人调查小组自此正式成立 课堂之上 这个班主任面对心爱的学生竟然掏出菜刀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刀子终于刺穿了自己的脖子 一时间鲜血喷涌而出 甚至飞溅同学的脸上 这恐怖的一幕将全班同学都吓傻了 幸亏靠谱的中年男人千叶及时抵达现场 他从警察那里得知 九宝斯老师需要常年照顾卧病再传的母亲 而今年又需要管理灾难不断的三班 双重压力的夹击下 他崩溃了 于是亲手杀掉母亲 并且在全班同学面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位害人的事实令横一感到难过 他感觉到 这与三班的诅咒脱不了干系 为了减少更多的受害者 横一与剑奇再次来到图书馆 对26年来的诅咒事件展开调查 图书馆里远千叶则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 15年前的三班是这么多年来最特殊的存在 因为那一年的诅咒早在暑假就突然终止 这是26年来的唯一一次 通过现有的记录横一了解到 当年的同学们在暑假时举办了一次校外合宿 同学们参拜了附近山里的神兽 回来之后灾恶就突然消失了 很多人认为是神兽保佑了他们 这使得许多三班的后辈们争相效仿 但最终却毫无效果 所以15年前的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直是个谜团 横一可不想让好不容易得到的线索中断 她翻阅着三班历年的花名册寻找蛛丝马迹 结果一查吓一跳呀 横一的小姨莲子正是15年前三班的学生 而莲子的姐姐也就是横一的母亲 也是15年前去世的 所有线索都指向着同一年 横一认为这之间必然存自着联系 但图书馆能找到的信息只有这么多 调查一时间陷入瓶颈 班级那边却在这时传来了好消息 班主任的死让全美意识到 在班级设置两名不存在者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而就在此时 好兄弟望月带来了一条消息 她的姐姐是一名酒吧招待 前几天遇到了一位名叫松永的客人 这个人正是15年前三班的学生 姐姐尝试向她打听15年前的事情 没想到松永竟然直接崩溃了 松永并没有明说那个是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家伙绝对是当年事件的核心参与者 于是横一一行打算立刻聚见松永一面 但茫茫人海该怎么找到她呢 横一突然想到自己的小姨莲子 不就是松永的同学吗 于是她立刻将此事拜托给莲子阿姨 隔天一早望月只在全美 以及对策委员会成员山普与中尾 一心误人出现在了横一的家门口 他们即将离开这座小镇 因为莲子阿姨神通广大 很轻松的就联系上了老同学 松永现在是一家海滨酒店的员工 生活起居一带围绕着大海 想要找她就只能去海边 于是一行人即刻启程 但寻找松永的过程并不顺利 酒店临时给她安排了工作 想要见面估计得等到晚上下班啊 没办法 一行人只能静等对方的通知 实在在这个时候建议 反正这会儿闲着也是闲着 好不容易来到海滨一次 不玩个痛快再回去嘛 这个建议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 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恐怖番礼竟然还能有永装回 要说这些人准备的可真是太齐全了 泳衣游泳圈环具一个不落 哎你们一开始就是奔着度假来的吧 但明媚的阳光与干净的沙滩 的确治愈了这些神经紧绷的孩子 所有人心中的阴霾一扫耳光 大家一同玩耍着 度过了一段少有的快乐时光 孩子们的笑容 让一旁的莲子阿姨也感到了幸福 而就在此时松永转上门来 老朋友相见自然要叙叙旧的 但两个人的记忆却都有些模糊了 松永记得他们最近几年见过一次 莲子阿姨却认为 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两人的取救很快就被打断 毕竟河一等人更关心的是 15年前和素的真相 松永很想要帮忙 但奈何诅咒有影响当事人记忆的能力 一时间他只一息的记得 自己曾经在学校留下了什么东西 而有关和素时所发生的细节 却忘得一干二净 就在此时海面上突然刮过一阵妖风 排球被随之吹落海中 中尾自高费用的前去失去 但球随着波浪越飘越远 跟着有过去的中尾已逐渐消失 眼神不错的直塞 面具的发现中尾好像溺水了 这吓坏了在场的所有人 大家立刻打算救人 但一送快艇却在此时呼啸而来 翻飞的螺旋桨瞬间就将中尾卷入心中 残酷的死亡发生在面前 这大大刺激了松荣的神经 一瞬间他回想起自己曾将一个东西藏进了教室 这个男人下车满烟 却马虎大意忘记拉手杀 后溜的泥头车笔直撞向坡到底部的房子 可怜屋内的宅男宅在家里 躲不开泥头车的撞击 当场毙命 三班学生小梁亲眼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 那个死去的宅男正是他哥哥 就在同一时间 三班同学林野与父母驾车逃离夜间山 却在公路上惨遭落石撞击 汽车坠下山崖 一家三口无音生缓 诅咒发音当的速度越来越快 这时的男主黄一不得不加快调查脚步 他一上好兄弟望月与直栽 三人对现在的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复盘 横一回想起那天海边的情况 中尉惨死之时 大受刺激的松永曾说出过一句话 他将一个东西藏在了教室里 横一推断他说的八成就是15年前的老校兽 反正现在也没别的线索 不如调查看看 三人约定还有时间 第二天在学校碰头 没想到碰到了正在画画的剑棋 横一将自己的推测告诉了他 当场喜提对有一枚 一行四人来到了早已经废弃的究校舍 荒废多年使得这里宛容废墟 桌面上灰尘遍布 铁皮柜也早已斑驳 连电灯都失去了作用 没办法 虽然只得默黑寻找 但找去的过程又是惊险连连 先是剑棋 差点被碎裂的玻璃砸住 幸亏难住眼睛手快怎能拉开 这才灭于灾难的发生 后世地板崩壁 导致铁皮柜朝植栽杂去 幸好有焉无伤 苦苦搜寻无果 大聪明望月甚至提出要拆地板 但黄一认为既然是藏东西 肯定不会藏在找不到的地方啊 于是他打开了杂物柜 插开蜜蜂的胶条 一盘磁带 悔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只在打算去学习的广播室 找录音机播放 但这猪队友诚实不足败事有余 竟然在混乱中将此条 撤了个一团糟 这行为太过傻逼 连剑气都骂了一句巴嘎 好在望月表示自己回修 但一时慢会儿肯定是听不了啦 一些人只得各回各家 但没想到几天之后 学校竟然效仿15年前 举办了一次合宿 带队的老师分别是图书管理员千叶 以及副班主任三盛老师 恒音当然自然参加了这次的合宿 合宿的地点位于夜间山中的一家 疗养别墅 负责接待的是一脸和善的管理员 赵天夫妇 按对号行李 主角团虽然在恒音的房间集合 期待此时已经被望月修好 录音机中缓缓传出了松拥的声音 那一年二十名三班同学 集体在山中参拜了神兽 本以为可以得到神灵庇佑 没想到回去了路上就惨糟打脸 下山时天上下起了雨 一个仪式感满满的男生竟然打起了伞 众所周知 雷雨天在山上搭散可太作死了 果不其然一道惊雷闪过 男生当场就被劈成了焦炭 突如其来的死亡彻底让现场乱了套 一名女生在荒乱中滚下山崖 成为了当天的第二名死者 而松拥本人则在树林间和另一名男生起了冲突 两人越说越呛 松拥一把就将对方推倒 而好巧不巧的 那个男生竟然被递上了一根树枝刺穿 当场死亡 失手杀人的松拥当时就吓傻了 他疯一式的逃回旅馆 紧张与恐怖让他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 良心不安的他再次折返回杀人现场 没想到 那个男生的尸体竟然消失了 这时的松拥彻底陷入混乱 他不得不向同学们打听男生的情况 结果所有人都像看着傻子一样看着他 表示我们班里没有这个人 而班主任甚至也表示 这次参加合宿的不是20人 而是19人 这让松拥瞬间明白了一个道理 他失手杀死的那名男生 正是那一年的多出来的死者 而家人儿子的死亡灾厄 让松拥理解了这一切 于是他趁记忆尚未消失之时 录下这盘录音带 就是为了将破除灾厄的方法 传递下去 得知关键信息的行音 却根本笑不出来 别说他们完全分辨不出死者是谁 要让这些十几岁的学生动手杀死同学 这未免过于残忍 就在所有人都陷入纠结之时 晚餐时间到了 得知真相的私人祖辞是哪有胃口 只得胡乱三乐阶口对付 但就在席间 对策组组长全美突然断起身来 他是来行尸问罪的 全美认为今年的三班之所以 会爆发如此惨烈的灾厄 身为不存在之人的剑齐 要负主要责任 而主动与剑齐搭话的恒衣 同样需要封锅 剑齐认为 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什么 但面对全美的咄咄逼人 他还是闻起了腰 全美不讲理的态度 让爆皮色彻栽看不过去 站起身来为剑齐出头 眼看二人就要吵起来 没想到一名身患孝顺的同学突然发病 靠谱的中年人千亿敢忙起来查看 发现这位同学常用的喷雾剂坏掉了 千亿本想打电话叫做胡说 没想到此时别墅成为了一个 标准的暴风雪山庄 手机没信号 有线电话也打不通 没办法千亿只能开车 送孝顺同学下身就医 目送千亿的车子离开 剑齐却在这时邀请恒衣来她的房间 这大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要放在别的片子里 指定得发生点啥 但这俩人搁一块 我怎么一点期待都没有呢 果然剑齐单独让恒衣 是为了告诉她一个秘密 她与表妹腾刚未孝 其实是同卵双胞胎 姐姐明从出生就被过见到大一家 所以她的姓氏从腾刚变成了剑齐 微笑也成为了她的表妹 但这并没有阻止二人的关系 姐妹俩依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时常会一起玩耍 但快乐的日子只持续到今年 剑齐生日初三不久 微笑因为白雪冰去世 当然剑齐去太平间送妹妹最后一程 而也正是那一天她第一次见到恒衣 恒衣敏锐的察觉道 难不成微笑的死也是因为三班的诅咒 可那时候她也没有转进三班啊 这只能证明一件事 并不是她找剑齐搭话破坏了一事 死亡的灾厄早在她转学前就开始了 突然证明自己无辜的恒衣松了口气 她终于不用再为别人的死背负心理压力了 而拥有阴阳眼的剑齐表示 她刚刚看到了死者的真实面目 就在她即将剧透结局之时 一阵急速的敲门声打断了她 一群本营享受青春时光的少男少女 却被死亡诅咒折磨得逐渐疯狂 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对最亲爱的同学痛下杀手 直塞这个爱愣子就是这么干的 她与男班长封坚是一起长大的发小 就因为对方忘记了一些小时候的事 直塞竟然认定封坚必定是今年的死者 于是在冲动之下 她竟然将好友从阳台推了下去 但刚动手她就后悔了 感觉犯下大错的直塞只好找恒衣商量 摊上这一队友的恒衣着实心累 她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先确定封坚的死活 这一席话成功稳住了直塞 于是一行三人动身前往花园 突然恒衣却被厨房半开的大门吸引了目光 一股不祥的预感弄上心头 恒衣认定那里肯定有问题 突然一只血手抓住了她的脚踝 地上竟然趴着一位身中树道的男同学 满身掀血的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告知恒衣 千万不要看餐厅会死的 但男主哪会忍住不看呢 管理员找天大爷的惨死吧 哼一下的勾呛 他扛起受伤的男主就往回跑 正好死时 直塞和剑奇从花园归来 全门也从二楼下来 一些人简单梳理了一下情况 从二楼摔下来的封间消失不见 这起码能证明人没事 但消防系统就在刺激罢工 厨房的伙式迟早会吞没整栋别墅 正当所有人急得焦头烂额之际 二楼传来了山谱凄厉的惨叫 恒衣剑气与全美三人赶忙上楼 留下只在一人照顾手上的男生 而山谱的房间此时早已人去镂空 只留下一张触目惊心的雪橙单 隔壁房间的望月 听到动静走出门来 恒衣立马问他有没有见过房间和山谱 没想到这家伙表示我刚见过啊 不仅见了还把录音带给他们听了 不仅听了还把录音带搞丢了 天呐主角身边坑地的玩意儿也太多了吧 但恒衣这会儿可没有功夫骂这个猪队友 他决定先通知同学们撤离 分头行动 恒衣与剑气一组望月和直在一组 望月打算将情况先通知给副班主任三神老师 于是猪队友二人组来到一楼 没想到老师并不在自己的房间 不放心的望月敲开隔壁房门 却看到了终生难忘的恐怖一幕 化身为屠夫的管理员大妈 宛如一只恶鬼 不由分说便对二人发起进攻 一刀就砍上了直在的腿 幸亏望月不离不弃 撞翻大妈后扛着直在就跑 但杀人魔早已陷入疯狂 紧追在二人身后 没办法 望月只能将直在从窗口扔出去 但自己却被大妈抓住腰带 直在拼尽全力将望月拉出来 但这也将自己彻底暴露在大妈面前 眼看冰冷的刀子交通下 一只有力的手竟然拦下了刀锋 接着一个过肩摔 将遭遇中伤的大妈彻底击溃 这个恰到好处的外言 竟然是靠谱的中年人千叶 他送校长同学去医院的路上 发现同学的病情趋于稳定 而他又担心别墅内学生的安歪 也是过断折返 这才有了关键时刻的救援 望月和直塞斯里逃生 恒因那边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他与剑齐全面一同见到了满脸鲜血的山谱 这个姑娘因为目睹中尾的惨死 精神始终不怎么稳定 又刚刚听了录音带 得知只要杀死死者就能解除诅咒 而他偏执地认为剑齐就是死者 于是这姑娘跑到广播室 将破除诅咒的方法告诉了所有人 而要被所有人杀死的目标正是剑齐名 广播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在人群中炸响 一时间房门纷纷打开 手持凶器的学生们自我出来 其中杀意最剩的 是因为灾恶而死了哥哥的小梁 恒因只能带着剑齐躲进房间 二人顺着阳台溜进隔壁 但小梁却一脚踢开房门 满脸猙獰的他早就置身死于都外 眼见剑齐身处窗台 竟然不顾一切的挥出一刀 黄一带着剑齐躲进别墅的另一侧 没想到一楼的一名同学 竟然打开了出方大门 喷补而出的火焰瞬间将他烧成焦炭 别使得别墅内发生爆炸 碎落的房梁封锁了 恒因二人前进的道路 而幽灵一般的山谱也在此时召上门来 他一刀捅上了恒因的胳膊 接着便不顾一切的将刀人看向剑齐 只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了 攻击过程中竟然被电线缠住脖子 一番挣扎反而被吊在半空中 呼呼窒息而死 山谱的惨死让恒因有些恍惚 剑齐甚至鬼是神差的捡起他掉落的刀 没想到全美就在这时干过来 这经典的构图让他误以为是剑齐杀死了山谱 愤怒使他瞬间堕落为恶鬼 此时房屋再次爆炸 三人被垫落的瓦砾冲散 恒因不得不在被烈火覆盖的别墅内寻找剑齐 没想到却见到了一名落单的女同学 班长封肩此时也已经精神失常 他一直按摩着女班长樱木 所以也因为樱木的死而崩溃 直在他不信任成为了压垮落途的最后一根稻草 于是彻底破防的封肩对全班同学展开屠杀 眼见对方散发着强烈的杀意 恒因不得不和他扭打在一起 当然附上的恒因战斗力大打折扣 眼看就要不敌 背后突然起来一击闷棍 将封肩当场砸死 动手的人是全美 此时他也进入了封皮模式 下一个目标就是剑齐 恒因赶快跟上他 没想到全美的速度是真的够快 这么一会儿功夫已经带着剑齐一顿暴揍 眼看就要杀死对方 恒因只能出手制止 没想到全美的杀意一决 老娘疯起来你们两个我一块杀 但就在此时 一道惊雷从尼二将将玻璃窗击个粉碎 临终前全美终于想起了过去的记忆 他曾在一年前见过恒因 但恒因却对此毫无影响 全美就在对他无限的思念中含恨而终 剑齐却在此时将恒因叫到了后院 他已经找到了真正的死者 而一切的灾恶将会在这里得到终结 剑齐面前趴着的正是副班主任三神老师 挂击了一整把的预言家 剑齐表示 这就是他刚刚验出的茶沙 这个结果刘恒因无法接受 因为三神老师的权名叫做三神莲子 正是他家的莲子阿姨 但剑齐却表示 你见过哪个班有副班主任的 所以 今年多出来的死者 不是学生 而是老师 而且 早在一年前 他曾七眼目睹三神莲子被人杀死 只不过记忆是刚刚才恢复的 这句话点醒了恒因 他想起来 一年前他确实见过全美 因为他当年来叶剑山 参加了莲子阿姨的葬礼 得知真相的恒因 决定亲自动手 将至亲至爱的笑音彻底杀死 一切尘埃落定 死亡的诅咒 再一次在暑假得到了终结 但三神莲子 却在所有人的记忆中消失了 只有恒因与剑齐还保留部分影响 两人一起祭拜了他的坟墓 而望月与植栽 则将破除诅咒的方法 露成CD 存放在教室的清洁柜里 留给下一节三班学生使用 那么安娜在的所有剧情到这里 就全部结束了 不知道恐怖番 会不会和大家在威可呢 如果大家还想看其他恐怖番的解说 就留言告诉我吧 这里是奇妙动画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